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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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確實也發生了十幾例 至少有十幾例 這十幾例分佈在四五個城市 四五個省市 所以每一個省市都是單獨發生的 所以跟今年四五月的時候發生的形態是很相似 所以表示這個病毒可能沒有產生很大的突變 那麼沒有我們一般來講在觀察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病毒有沒有突變 突變到可以忍傳忍 那如果忍傳忍的 表示說如果一個人他有的話 那如果周圍的有幾個同屬發生 這個就是最大的警訊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至少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大的疫情可能發生 那到我們再觀察看三月四月的情形變化怎麼樣 如果還是維持個案的話 可能今年大概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那如果再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個病毒已經不像H7N9 不像H5N1 大家都認為他是可以感染上呼吸道的病毒 所以是有很大的機會可以變成流傳 只是大家都認為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個部分其實是很難的意識 但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國家就要準備 所以我們做H7N9 如果冬天做好的話 那我就要先針對高危險情的這些人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H7N9 現在已經 台灣已經啟動這個鑄造 那麼預計連體就出來了 我覺得台灣在這個部分準備得很好 那我們衛生署 衛福部也規劃得很好 我希望能夠 真的如果到連體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那先階段 即使是有本事不必怕 我們一直覺得 因為它有藥 它有抗病毒效果 而且效果非常好 所以這個部分 政府的規劃應該第一個 應該把儲備過量的抗病毒藥為余子 那這個你儲備 儲備起來其實現在抗病毒藥可以7年有效期 所以你可以除夠大量的病毒 那每一年就輸出七分之一 輸出七分之一 來如果沒有 疫情沒有來的時候 你就七分之一用來做季節性流感的用藥 那真的如果爆發的話 你就可以整個使用 所以除非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的政策 現在有在朝著這個方向在規劃 就是應該可以對H7N9的疫情 如果真的來的話 其實是我們需要 那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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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的 歡迎 拍照 一張照片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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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